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我要斯文弓 哦 走错了 对不起 这剧情太短了吧 我苍尘三峡并肩闯荡江湖的日子了 可现在恐怕只剩下我逆柄孤刀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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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鬼长神 你到底说什么惹得他们这么老火 都要 和会有什么关系 那么团在此处是为了袭击人主的 袭击人主 那么为何要这么做 拿到这奴那些江湖人所说 三眼金怪受性难易 哼 受性难易 你可知他們為何襲起人族 這群軍官本是生在森林之間 並與人族相交 一日夜人物入山頂 民土難返 即可之間陷入昏沉 軍官沒意外撞見 本打算分合十字 那卻以右腰覺得 人族乃靈智之物 與腰無意 遂與其他豬腰辯駁 保下此人 可結果呢 這位軍官的保護 這位妖羽的食物 在那右腰造福之下 逃出身天的獵戶 卻在幾日帶著 一隻獵隊歸來 所以你說 到底誰在真正受信難易 是那隻妖 那群金冠 還是那個獵戶 那那隻右腰呢 這我就不知道了 那些金冠都沒有說 或許是被獵戶殺死的吧 唉 不說了不說了 我的鑰匙還沒採呢 我也趕緊去 趕緊不打柴火給老叫出來 再唧唧歪歪的 就要你的命 大…大哥 我就是小翔博士 我…我還沒想呢 那還是柴火 你他娘子 別學老子說話 我…我沒學你說話 我看…乾脆殺的得了 你…你別血口噴人 王八蛋 你還敢學 老子要你的命 救…救命啊 別喊了 酒鬼纏死 我們來了 1…速上速決 公母不分 BUG 說話是個女的 戰鬥區變成男的 呵呵 太兇了 你一個降魔士忌 打不過腰 又打不過這些… 小毛賊 你這…以後在江湖上 怎麼辦才好 這…誰說我打不過他們 我只是急著採藥 不小心他們糾纏 耽誤了行程罷了 誰想他們這般不講道理 嘿嘿 也不是剛才誰… 誰就沒喊那麼大聲 咳咳 接下來就不用勞煩主位 橋那邊就是祕鈴 我要的藥材就在其中 因此不會再有什麼意外發生的 欸 說到之後 我倒是有一件事之前就想問你 你就是小魔 為什麼要找藥材 小…小魔其實也分很多種 滅除凶煞 打殺魔物 這是小魔 但…但玄虎祭是 拯救繁蜀 歷史不斷魔道 其實也是小魔 啊卡住 我…我看彼此中 真的並不是一群 掌握觸法的江湖俠客 我們這邊會負責小魔這邊的行者 我…我此行必要去祭祀 只想關心一下 策斷試試 預示到樹州城外 有個安康陣 將有一場瘟疫增 而這場瘟疫會將 亮成大鱷 沒… 關心… 向側… 關心向… 側斷試試 這些小辮子竟然也會這些本事 可要我們也送你去那安康陣 不…不必啊 安康陣附近用了陣法 我可憑螺椅之法 前往期間 不過諸位弄對此事有興趣 但在路過樹州附近 先可來安康陣看看 我估計…到那時候 我已經是解決村莊的瘟疫 不會 你不會解決 主委 山高水月 到此 這什麼 紫月香朗塵 還是飾品喔 不會震得到246次啊 如果震得到246次啊 如果震得到246次 你才中絕屏卡的話 你也是蠻…運氣蠻好的 我只能這麼跟你說 敵方全面 屁股… 你看這些圖 其實很難做啊 還有人在那邊閒 真的是齁 累死依依了 居然还连口水都没有 玄冥教怎么选了个荒山野岭的地方搞事情 玄冥教选在盘沙堡 传说百余年前 盘沙堡与楼兰换成之事有牵扯 孤岛前辈 盘沙堡而今可有主 主子 盘沙堡不过废墟一片 何人要这一片石头废墟 连聊的野驴一家都不会多看一眼吧 阿弥陀佛 老衲在此等候 愿带诸位入盘沙堡 除去此内盘踞的要挟 完 完颜兄 古人早已为害灵王灵池 现在是 现如今只剩干陀寺的不说和尚 阿弥陀佛 看来现如今苍尘三峡只剩下我孤岛 非也孤岛已是 现如今只剩大夏皇帝 三十年物是人非 酒还是酒 味道却再不会是当年的味道了 阿弥陀佛 这光头是谁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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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这死不全种 还没结束 大侠饶命 我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奉命行事啊 奉何人之命 明皇大人 不不明虹贼人 那贼人为了什么创命之术 帮玄明教授的鬼魄狮王 他把堡里的兄弟们都变成了狮鬼 我们不敢不听命啊 明皇 听闻此人行踪已绝迹多年 竟在此时 看来无邻所言果真非同小可 明皇难道真的还活着 还 还与玄冥教勾领一处 小的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退下了 滚吧 阿弥陀佛 此事已了 贫僧该回甘陀寺去了 完颜兄 陛下 也该回去了 阿弥陀 今日之事就多谢诸位 就此别过 若王后有事 可去苍城客栈 什么声音 谁在笑 雨迟 我很好奇啊 你对鬼魄狮王这生命 到底是怎么个看法 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至于我怎么认识你 这就说来话成了 不如等等再说 没有看法 只是被亵渎的尸体 原来是没有看法吧 你这小子有趣 实在有趣 阿灵 那个小丫头来找你了 你知道吗 她就快死了 什么 雨昕 因为石轮宫的那套心法 也不知道 她能不能活到 需要实行见错人职责的那天 别走 把话说清楚 阿灵 怎么了 你在和谁说话 没事 只是 只是个无关紧要的人 这边应该又没有语音了 还真的没有 你身上的机会可忙不过依依 你 你的病话很了解 没 现在是一一问你了 不是你问我 唉 好好好 确实 确实是遇见一个怪人 如果她是你说的明狂 那应该就是了吧 你做什么突然问这个 没 就是奇怪 她为什么找你 她和我说了一些话 她说 雨昕快死了 什么 雨姐姐 她第一次在胡说八道 你想 雨昕一直好好的 一些想找刻板 明狂是人不鬼的 不仅是为了什么 是不是这样的话 雨姿哥 其实诺妖说 世间谁最了解 生死了解灵魂 那就只能是明狂单一了 她最心与创命 对这些生生死死 最为了解 这么说 她的话 或者是真的 或许是真的会会比较好 阿良 你的天机词 用得越来越顺手了 不断打磨调整 她确实是 身手的武器 你可又发觉 每次战斗时 你的 我的 雨昕 你怎么突突突古的 我教你的心法 照理还可以 净化你的心绪 不过查学到 你身上的力气 反而越来越重 力气 雨昕 怎么感觉 你在防着我什么 难道这是什么心法 是你师父们的 别有用心不成 你怎么发 这样大的脾气 反正你可能是不满意 小布脸 问你点事 雨昕 不要叫我小布脸 我都说多少回了 知道了 知道了 问你正经事呢 嗯 怎么啦 好端端怎么愁眉苦脸的 小声点 我问你件事 你知道见错人 是做什么的吗 见错人 怎么好端端的问这个 你打哪听来的 你先别管哪听来的 先说 见错人是做什么的 这你给看看 什么地方的见错人了 基本上就是判断对错的 你究竟从哪听来这词 不知道从哪听来的 路上有人提了一嘴 刚想起来就问问 雨昕是见错人吗 但那个人的话 可不可信尚且未知 还来说雨昕快死的呢 雨昕哥 你怎么了 怕你好几身呢 呃 你又临着我身了 怎么了 算了 你没事 这边的事算是完了 快点去述州 啊 还是快休息吧 哦 引起这边我不想配 声音 声音不舒服啊 然后第九幕大概就这样子 同行变道 划线通路 这遗迹是盘尚宝 人世千载 也不知还有多少遗迹 等人去挖掘哟 哎 人呐 这就跑了 哎 你们就不好奇一下 怎么找遗迹嘛 好歹让我发挥一下呀 那个 前辈您说 我在听呢 但 您继续说的时候 让我 摸一下尾巴吗 找这些散布在九州中的遗迹去吧 我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 嘿嘿嘿 你 别摸尾巴 你 你 你